让它往下一列的话呢 那你可以用什么呢 前面我们所教的叫Offset 往下一列的话就是刮弧 第一个参数是1就是一列 0的话就0蓝 就是往下一列 然后呢再把资料再点选它 点slate的话呢就是点选它 再把它怎么样呢 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呢 那我就再怎么样呢 再把贴上的结果跳到最下面之后 再往下一列 所以这个基本上流程呢 我们来跑一次好了 我先录制一个工作表整合的一个具体 首先的话呢 大概流程跟各位解说一遍 那我们来跑一次 因为是有一点点逻辑 有点点复杂 首先的话呢 先录制具体 具体名称的话呢 叫做工作表整合 那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工作表整合 我这边再加一个2好了 按一个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那接下来我们呢 第一个步骤就做什么呢 第一个步骤呢 请你点选哪一个工作表 所以这边其实可以参考一下 那个26页的下面 那第一个的话呢 请你游标先放在A2的储存格 所以呢 等下先停止一下 建议你是先点一下2月再开始录 为什么 因为你就可以把点1月的那个动作 顺便录进去 OK 再一次哦 来 录制具体 然后工作表整个2 OK 按一个确定 那第一步的话我把它盖过去 第一步呢 点一下1月 所以它录进去 OK 第二个的话呢 点一下A2储存格 并且把这个范围选取 Ctrl Shift加End 现在就OK了 那如果这个地方不OK的话呢 就改成Ctrl Shift加 Ctrl Shift向右向下 OK 再来的话呢 Ctrl C 我比较建议你用Ctrl C 右键复制的话 比较容易出问题 Ctrl C就复制 接下来的话呢 再切换到 切换到1月份 那如果1月没有出现的话呢 请你插入一个工作表 把这个名称改成叫做第一季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点选 这上面的A2储存格 我们在A2储存格 把它怎么样呢 点一下Ctrl加V 贴上 贴上之后呢 我要让它移到最下面一个储存格 所以这边的话呢 直接按什么呢 Ctrl向V 再往下 直接跳到最下面 再来的话呢 往下一个储存格 就是再往下 按下往下的键 OK 那就完成录制聚集的动作 OK 把它停止 OK 好 停止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工作表整合 里面就帮我录下来了 但是呢 现在这个里面的内容 它基本上还没有回圈 那如果说你要 你如果不懂回圈怎么办呢 变成你复制 贴贴贴贴三次也是可以 为什么 因为你上面可以把什么呢 把这边改成1月改2月嘛 改3月 我想这部分先录制 等一下我们再来改成回圈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喔